西藏卫星发射中心最强习讯 这个卫星将发挥稳定系统的作用 已经困难 从中国名片到世界名片 北斗城将完成西方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有媒体最新报道 西藏卫星发射中心再次传来习讯 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升空 据悉 该卫星是作为北斗二号工程中的一颗备用卫星 将为以后北斗二号工程向三号工程过渡 发挥稳定系统的作用 北斗系列工程可以说历经坎坷 我们也知道核心技术 尤其是航天核心技术 靠买是买不到的 我国最早开始着手研发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 是在上世纪60年代 可是受限于技术 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筹莫展 直到1994年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正式立向上马 七年后 我国第一颗导航试验卫星成功发射 在2003年 拥有两颗导航试验卫星上天 至此 北斗一号工程 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组网成功 成为了全球第三个拥有导航卫星独立技术的国家 北斗一号工程的顺利运行 给了航天人极大的信心 在2004年 我国就开始紧锁密鼓地投入到 北斗二号工程的建设当中 为的就是让卫星系统 能拥有区域导航的服务能力 因为国外的技术封锁 我国只能自己研制 创造性地提出了 低、中、高、多轨道混合导航星座方案 用少量的卫星 实现了亚太大部分地区的卫星区域覆盖 满足了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 因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 提供了重要思路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的成功 也让中国成功精神于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商之中 如今的北斗三号工程 是在2009年开始提出的 在早期立项时 我国就明确提出了 全国厂化自主权的目标 所有的卫星导航系统上的元器件 都要国产化 为的就是防止被他国随时随地的卡脖子威胁 北斗三号工程也不负众望 采用我国自研的如原子中和氢原子中 也让北斗三号定位精度 提高至2.5到5米 比二号工程精度高两倍 如今随着北斗三号工程的投入使用 导航范围已经能覆盖全球 而北斗系统也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开通导航服务 这张中国名片也即将升级为世界名片 中国的科研者 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完成了所谓不可能的事情 whoa 好 二手